赛马是历史最悠久的运动之一 也是香港数百万市民喜好的博彩娱乐项目 2020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袭扰香港 也对香港的赛马事业造成冲击 今年我想是很多赛事 大型的赛事都没有观众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过我们来说可以保护到右马跑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来的 真的没有马跑真的很惨 现在右马跑变成可以有些寄托 画面中人名叫罗富泉 是香港22名现役列马师之一 在赛马业工作已有39年 他介绍说香港的赛马行业历史悠久 伴随香港历经时代变迁 更是香港人不屈不挠拼搏精神的体现 我想沙士期间应该是那时候出过一只 叫做正经大厅这样连赢了十几场 他都是在那段期间可以 给大家鼓励的作用 大家要努力去拼搏 希望现在这个疫情 大家可以再看着我们跑马 然后大家都是拼搏去抗疫 希望这个疫情会 所有的东西都做回正常 我想大家都会开心一些 今年54岁的罗富泉是如今香港马坛最具人气的华人列马师之一 他经济至今赢得21场头马 占据列马师排行榜第二位 在2018年的浪秦表香港国际赛事中 他凭借红衣行神与欢乐时光两匹两居 在两场国际一级赛中摘得桂冠 一举成名 罗富泉坦言 进入赛马夜一直是自己儿时的梦想 但罗富泉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 1995年考虑到前途以及收入问题 他结束了八年的骑士生涯 选择退役 转到幕后发展 1997年 他成为一名助理列马师 此后的20年间 他先后两次投考列马师 但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2017年 他终于如愿以偿 成为一名职业列马师 从业多年 罗富泉见证了香港赛马夜的发展 以及华人赛马从业者实力的提升 一路一路做下去 开始慢慢提升了 香港的赛马事业的地位 现在在世界各地 连马师 或者很多骑士都上来香港跑马 看到香港的赛马事业都成长 由香港的华人 初初那个成绩不算很飙青 现在一路一路做到 头那几名都可以说是有中国人份的 如果我们华人可以赢得到 这些赛事就更加开心 因为这地方是香港中国的 大家都会感觉开心的 2020年的浪秦表香港国际赛事 将于12月13号在沙铁马场举行 当日会上演四场国际一级赛 而罗富权也将会在当天 带领自己的三匹家居出战 他说 希望能再次其开得胜 展现华人列马师的实力 也能为国为港争光